今天我們就請了攝影組去拍他們五位小姐停車的過程 然後出位的題目就各不相同 那我們先看一下他們停車的時候的狀況 因為我曾經路邊停車長達半小時之久 我希望我今天不要坐到路邊停車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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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車入庫 倒車入庫最常發生的 不是撞斷這後照鏡不然就是A到這屁股 再來就是停好車 車門卻開不起來的酒精 好緊張 此時沒有辦法一次停進去的周小涵 已經造成後方車輛排隊的狀況 周小涵要加快腳步 我們跟你一樣鬆了一口氣 恭喜你也算停進去了 來看看你停得好不好吧 首先看看前後的距離抓得剛剛好呢 右邊留給自己下車的空間 而另外一方面是不想讓男友下車的意思是嗎 不過終究還是停進去呢 算你及格囉 我覺得倒車停車應該不會太大問題 我比較害怕的就是在那種小巷子裡面 只要不是小巷子然後雜物不多的話 我停車完美一百分 大概 是OK吧 是沒有問題 我想弄停車 想弄停車最討人厭的一點 沒錯就是前面有機車後面有機車 工錢又非常地瞎小 看看劉異心能不能完成吧 再来看看这个角度 你看一停的太慢 后面马上就一堆车等着就过去 车停好喽 但我们先等这些车过去 再来看看停的如何吧 前后左右的距离都抓得非常的好 哇 这么狭小的空间 刘一新也停的进来 好啦 我们送你四个字 黑车男保养 是五个字 到现在也是剩最后一点的吗 我觉得再难也不可能是 就是有道生路库都有的吗 对 再跟难也不可能 到了开中校动力 对 看一下 诶 这什么意思 是这停车和 是 意思是那种身上的 这个还好 要看车上次走 OK啊 开不跑车的人 这个都不算什么 接下来停车格 首先你要闪过白色的柱子 再来还有四根铁柱哦 最后要注意车轮 千万不要摸到两边的铁柜 好了 马上看看丁晓晴 停车的状况 看起来感觉很紧张 最后都有距离 本以为一次就可以成功的丁晓晴 再次调整的方向盘 看来他太小看这一次的考验咯 其实但是没有人可以看到他 忘了跟你说啊 机械停车阁最烦人的地方 就是还会警鸣大响呢 大家必须克服这个心理障碍啊 加油 这个时候丁晓晴 比出胜利的姿势 看起来左右前后的距离 非常地标准 恭喜你完成这一次停车考验 好紧张哦 我现在抓来错 我要用什么样的停车方式 我想这个不好 这个应该比较好 我要停车的方式 简单一点啦 左侧停车 侧怎么停啊 顺利的 平常大家熟悉的路边停车 就是右侧停车了 现在他换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前摔军可以通过考验吗 哇塞 一次要停进去了 前摔军的驾驶技术真是不得了呢 我们给他按个赞好啦 看来开新车真的有差呢 哎呦 赶快帮脸书帮他按一下好啦 左右停的方方正正的 不过前后距离有点过大 就后面吗 算了啦 反正你是先被车屁股被撞 我希望不要抽到一个太难的 路边停车 我希望是前后都没有车子的停车格 给我停路边停车 老师你想太多了 我们怎么可能给你一个 前后没有车子的停车盒呢 最简单的挑战 一定难不倒你了吧 记住 那个车 我吓得怎么不会动啊 我后面是碰到什么了 快起来 我去给你车牌吗 我去给你车子醒来 你该死掉了 试试 在这儿不知道已经重来几次的路边停车 徐薇老师终于停好车了 看你停的还算不凶 勉强算你过关了 如果这么大的位置啊 可以停这么久 真不是一般人可以坐得到的呢